大家好我是Peter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加订阅 感谢你的支持 接下来这一篇就是开始 Go 喂 实在是有点晒 平时我在拍视频的时候 其实不喜欢戴墨镜的 因为我觉得戴墨镜 就是不能很好的看镜头 看今天下午三点多钟 确实太晒了 因为今天下午是一个讲座的形式 所以说要求我们每个人都 穿的稍微正式一点 所以我就穿成了这样 平时呢我还是比较喜欢休闲一点 这个讲座差不多是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吧 结束之后呢 我就要去华人自助餐那边 体验一下 打个分 讲座还挺正式的 随便找我地方坐 我猜你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刚才讲座结束 说句吃饭的怎么到贝斯拜来了 看我手上的这个东西 之前我弄了一个屏幕嘛 因为用笔记本剪接的话 太小了 长时间看眼睛太累了 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屏幕 但是呢我发现那个屏幕不是高清的 所以我必须要换 那么我昨天在贝斯拜 就买了一个转接口 现在那个屏幕用不到了 这转接口也必须要退掉 这我第一次在这边退东西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其实贝斯拜就跟我们国内的一些 像苏宁电器啊这些差不多 但是这边的价格呢 会比亚马逊上 Amazon会贵一点 你会帮到客户的服务 去返回吗 对 谢谢 好 告诉我要去 服务那边去查一下 因为我单子已经丢掉了 没有想到用不到哈 嗨 sir I want to buy this this one out of target Did you pay for it with a card or cash Yes a card 刚才看到了华为 好兴奋啊 作为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品牌 在美国的贝斯拜 这么大的一个门店里面 有自己的产品 他们的产品 不错 我带大家去看看相机 因为都说是就是Vlog嘛 有一个相机很重要 那我现在拍的是GoPro 这就是G7 这就是G7 售价是679 其实它特别小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从大小上来说 肯定不用比G7会小非常的多 大概到这里这个位置 都有翻转屏 谢谢 我以为要是有一个 这个位置 也有空 是有空 可以 在这里 是一个 的 这 是 真的 走 我们去别地看看 因为还要敢去吃饭 所以我今天就简单的带大家逛一逛 主要是来退个东西 很顺利 刚才看到几分钟就退完了 那现在就开过去吃一下自助餐 在春田本地呢有两家自助餐 两家华人自助 就是一家比较大 一家比较小一点 分别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 虽然我现在离小的那家会比较近 开车可能也就两分钟三分钟就到了 大的那家要去15分钟 但是为了给你们一波最深度的体验 最专业的评测 开个玩笑 然后就要到大的那家 看过大的之后小的也就不要看了 因为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 现在先赶过去 出发吧 进去感受一下吧 走 一个人 这个小养是吗 你怎么知道 他昨晚还让我看点视频吗 这样呢 我就随便拍点东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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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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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一盘菜已经拿到这边了 然后现在准备开吃 尝一尝 这边的看起来都不错 色泽也都不错 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了 一会儿我会来review 先吃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每到自主餐厅 我们肯定吃撑 每次都行 不知不觉又吃撑了 吃完了 哎呀 吃撑了 吃撑了 真的撑了 今天我为了录这个视频 一天没吃饭 真的 我没有骗人 到现在才吃上一顿饭 然后一下子吃得这么饱 这可咋整 好 我们做一下review吧 小龙虾在美国其实很难吃到 而且它的价格是很实惠的 加上睡之后是十块三毛九 这个是晚餐 午餐会更便宜了 我觉得最好 我第一个推荐的呢 就是小龙虾 它的小龙虾味道真的不错 而且它做的味道也是 我觉得特别好 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壳 特别硬的 这样吃起来的 它的汁就不会浸到我的嘴巴里面 但是呢 这边的小龙虾的头每次都很软 所以说它的味道很入味 第二个要推荐的呢 就是它的现场为你做的这个 怎么说呢 现炒的这样一个服务吧 其实现炒的服务呢 很多华人自主的餐都有 但是呢 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Roya Buffet的这家 我觉得是 我值得推荐的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 不知道你会 会不会喜欢 如果你下次来到这边呢 一定要去Roya Buffet 尝一尝它为你现炒的这个服务 所以最后做一个review吧 这一家我打9.5分 好的 这是我们第二期 昨天我自己做的 他们给我打了8.5分 今天我给他们 别人打呢 打了9.5分 好 接下来呢 在几期内容当中 我会不经意的 也会穿插一些 美食类的节目 让我们大家 一起来感受一下 怎么样叫 吃在美国 嘿 今天的洋仔日记 就是这些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那欢迎点赞 分享 加订阅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记住 你最棒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